今天晚上五點半 中興路一棟老家的最沒路 這個鐵片是讓風吹到映起來 接下來那個女兒牆 就是老頂的外牆 去讓管管管的地方這樣沖下來 沖到一台車 車上一堆母女兒 媽媽失望 好生受重傷 說這種建築物 是美輪大飯店 完工的宿舍時間做的 是不是就是違憲 只要來負責 法輪的建築物 已經在調查了 老闆店那塊鐵片 去讓風吹到那裡 最後寄在北條去撞到 旁邊的半千瓦 半千瓦整片放下去 卻沒有事 這麼好去含到的腳背色的車 加速將車向頭前塞 光景救人 第一發生在前的補五點半 法輪是重興路 所以各位媽媽 雖然暫七點過三個球沒了 小孩目前搖來超級 造成一試 接著就像 等下醫院好 等到破掉 現在 在插發 現在等到 把人家清潔 現在 二三天就維持 現在的紅塞 一早 撞到受傷的大腿 在家室的背棟之下 到警察局做別路 這條天才 牽手以外貴心 後生也不會撞入獻境 另外一個風通地 到警察局的 是美倫飯店的協議 原古比賣掉的時候 就已經有 他們一百多一千年 勾力之後 本身就算有 戰績的回憶 原來這段根本 目前是委託 給美倫飯店管理 老衛町 架起鐵片 在民國七十八年 完工 受益 既生委件 民國一八十一年 身體出租 買一百六 就算給美倫大飯店 當作完工的宿舍 已經到給飯店 委託管理 飯店 警察表示 會專力協助加速 是說既生的委件 感到無法客觀 這個頂樓相關 是不是屬於違章 建築的這個部分 可能還要等到 明天我們要請 我們的監管單位 去確實的了解清楚 這個建築物 安全使用的責任 所以這個建築法第七七條 就有這樣相關的規定 雖然是既生的委件 但是現在出廊名 相關的單位 對這次的貴宿 就要趕緊處理 向後使者的家修 接力說的 哈囉 我是林明銳 各位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